是一個 讓人回不去的麥克風 在會場的時候透過這支麥克風 可以很爽的收音 沒有聲音 新型的 指向的 這裡 看你要哪一種比較聚集的還是比較擴散的 採訪起來非常的順手 麥克風收音孔 這個保險一定要記得要鎖緊 可以快速脫離 邊充電邊使用沒有問題 然後 接好麥克風之後這有一個 2.5的聲音頭 把它 轉出來輸出到這裡來 輸出到監聽 往往吃了就有了 監聽孔在這邊 這是聲音輸入 那這裡頭一個重點要先學一下 先要進去把這個聲音輸入靜音的部分先把它OFF掉 如果開的話會沒有聲音 然後這個聲音電瓶也是必須要把它 打開來 不然會沒有 聲音表 好 那在耳機監聽這裡學一下 這麥克風兩種 一種是帶電的 插入電源的麥克風可以用於麥克風輸入電源由相機提供外部麥克風 這邊選進去 WANG CHI WANG CHI 這個是可以的 可以完成輸入的 第二個 第二種 第二種 麥克風輸入這邊 選擇MI 電源部由相機提供給外部麥克風 WANG CHI 這兩種聲音都有 而且都很乾淨 再來就是監聽的部分 勞煩注意一下 你音量的部分 一開始為了保護你的耳朵避免炸傷 它只有3 監聽起來沒什麼效果 記得要把它開起來 那麼聲音才會正常 WANG 好那我們這個機器呢 長按 這裡 燈光就亮起來了 再按一下 色溫改編 前面板機晶按兩下 好 那麼燈光 收音 都完整做出來了 那麼 厲害的就是 我們的效率 距離位置 都可以很順的 把工作完成 那麼在以往呢我們在上面擺個燈再擺個MI 整台機器弄到 基本上是很負荷的 那有了這樣的一個裝備 爽啊 然後變焦 好 一樣 扛的動 一樣扛的動 但是呢 角度太小了拍很容易晃 所以盡量廣角20下去拍最好 好 那麼這些重點技巧都知道之後呢 那麼我們就可以拿我們的手機 進行上下左右控制 也是一個使用的一個方法 好 那這個脫離 脫離 脫離之後呢 我們要快速的 拆解它 就是 要很快速的 跟腳架脫離 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這樣的 脫離法 那我們再把我們的 三角架抓起來 就可以進行拍攝了 另外一個脫離方式是這裡 取下來 用原來的 快拆 下去脫離使用 下去脫離使用也是可以的 這裡鎖緊 兩種脫離方式 好 放回去 鎖緊 輕輕鬆鬆完成我們的工作 這個 這麼小的穩定器呢 很適合女孩子 還有就是單兵作戰 工作起來特別的輕鬆 好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